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卡,OK,这段过,休息一会儿 导演一声令下,从演员到灯光摄影全部松懈下来 刚才还阴森恐怖的法医事瞬间充满了违和感 导演很满意地夸奖姜雨昕 安恰,你今天感觉很到位啊 把邱玉玲那种发自内心的恐惧都掩活了 我一开始还有点担心呢 怕你没有生活体验,把握不好这个感觉 没想到你很有表演天赋吗 姜雨昕只能苦笑,这不是表演天赋 这是她发自内心的真害怕 哪个演员还有她点子这么正啊 演戏前头一晚能目击到杀人案 她走出摄影棚,苍白的脸色还没有恢复过来 助理给她端了一杯热咖啡 她接过来喝了一口压压惊 女助理小声跟她说 安琪,那个丁医生今天过来了 姜雨昕急忙问她在哪儿 我刚才看见她在休息室那儿跟编剧聊天 姜雨昕顾不上跟助理说话 放下咖啡,匆匆走到休息室 果然看见丁钱正坐在那里 编剧在一旁说着什么 她也不搭枪,只是默默地听着 姜雨昕也不管其他人怎么看 静止走到丁钱身边拽拽她的衣服 丁钱转过身看见她 姜雨昕就说 我有话跟你说,丁医生 丁钱看了看姜雨昕,没说什么 向编剧示意了一下 站起身跟姜雨昕一起走出休息室 姜雨昕一直走到附近无人的地方才站下 转回身 看着丁钱慢悠悠地跟过来 她实在憋不住 终于把压抑在心底的话说出来 一直都不打算主动问我吗 丁钱平静地反问 问你什么 姜雨昕咬里咬嘴唇 你不想问问 我跟黄玉这些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几天前,她借着叫我打高尔丰为名义 把我骗倒风野湖高尔丰俱乐部 我知道她对我没安好意处处提防她 但是我没想到她会在饮料里下药 我醒来之后就躺在酒店床上了 黄玉对她的所作所为完全都不在乎 还对我许下各种承诺 我心里很难受 一直想跟你说 可是始终都没有机会 现在你跟我说了 你是想 我帮你 丁钱审视着姜雨昕 靠她强奸把她抓起来 先不说你能不能告得了她 我害你自己也不想鱼丝网坡吧 何况她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金主 蒋雨昕神情凄苦地说 我知道 你在心里肯定很鄙视我 可是我又该怎么做 我不是没想过鱼丝网坡 但是 像她那样的人物 其实我这种小歌手能对抗得了的 就算让我自己粉身碎骨 你根本伤不到她一分也好 这就是现实 我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丁钱审 我并没有鄙视你 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我又有什么权利鄙视你呢 我只是觉得 你变了 变了 是 经过这几年北漂 我确实变了 看得多了 也经历多了 不再像当初那样简单执着 变得圆滑软弱 麻木事故 过去 我拎得清对错是非 现在 我还想要看看 是对谁而言 那天早上 我刚刚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黄玉身边 我当时痛苦地想死 我想跟她同归于尽 我想让她身败名裂 我想过各种各样 惩罚她的方式 可是最终我什么都没做 反而心安理得地 坐在她的车里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别说你讨厌我 现在连我自己都开始 讨厌我自己了 丁浅长叹一声说 也许 该向你说对不起的是我 如果当初 我不把你推进这个圈子 也许 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蒋雨昕正了正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啊 丁浅摇里摇头 没再往下说 忽然一个声音 从两人身后传来 安浅 原来你在这儿啊 让我好找啊 说话间 黄玉已经走到近前 蒋雨昕有些尴尬 看了看丁浅 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丁浅看了看黄玉一眼 语气倒还和善 来了真巧啊 黄经理 正跟安琪叙叙旧呢 黄玉眼中闪过一丝不快 脸上的笑容反而绽放了 是吗 安琪确实挺惦记你的 毕竟当初帮过他们 安琪都告诉我了 这次来的蓝经啊 一直呢 想亲自向你道谢 昨天晚上 我们还去平江找过你 丁浅脸上 献出些许迟疑 你们昨天去过平江了 是啊 我们还去过你家呢 可是啊 你不在家 那么晚了 你去哪了 我哪都没去 一直在家 不可能吧 我们按门铃又敲门的 把你邻居都惊出来了 你都没开门 房间里还关着灯 我睡觉了 身体不舒服 吃了几片安眠药 睡太死了 先在黄经理明白了吧 什么时候你对当侦探 这么感兴趣了 没有没有 我只是好奇嘛 对了 黄玉一拍脑门 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我跟安琪昨天晚上 还遇险了呢 遇险 是啊 你还不知道吗 就在你家附近 昨天晚上发生一起 碎尸案 丁浅面露惊讶 你说碎尸案 确确实实的碎尸案 我和安琪可是亲眼所见 还是我们报的警呢 你们看见碎尸了 那倒是没有 也没有看见凶手 不过有个欧巴桑看见了 都快吓推了 等我们一起回到杀人现场 凶手已经带着尸体离开了 我们随后就报了警 凶手是用拉杆箱 把尸体带走的 对啊 你怎么知道啊 不过头几天 在高架桥杀 那起碎尸案 凶手就用拉杆箱 把尸体拉走的吧 这是连环杀人案 丁浅不想跟他解释太多 对江雨昕说 你是不是下一场戏 快开始了 赶紧去吧 别耽误了 江雨昕掏出手机 看了看时间 说 差不多快到时间了 那我先走了 丁浅点点头 目光不经意地 目光碰了一下 就移开了 双方就此别过 黄玉和江雨昕 快走到拍摄景点时 忽然问他 你有没有感觉丁浅很奇怪啊 江雨昕摇头 没有啊 我觉得他挺正常的 黄玉没再说什么 等江雨昕进去拍戏之后 他一个人在影视基地里闲逛 心中暗自思索一些事情 走来走去 抬头看到停车场 他静止走进停车场 四处寻找了一圈 终于看见一辆银灰色奥地A7 辨认一下车牌 没错 这是钉钱的车 左右看看无人在附近 他走到奥迪车附近 趴到车窗上 往车厢里张望一会儿 伸手拉了拉车门 这个车门都锁着 他又绕到后备箱 双手一抠 后备箱忽然打开了 他一阵窃喜 在后备箱里松索起来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可疑的东西 突然 他的目光 盯着一双脏兮兮的靴子上 他伸手把靴子拽出来 反过来看了看靴底的胶皮花纹 那纹里 似乎跟昨天晚上在雪地上看到的 那个神秘人的脚印 十分相似